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写 所以这一段程式可以把它delete掉 我们把它改写成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刚刚的写法是一个一个储存格慢慢慢慢清除 就等同是你游标放上去delete 游标放上去delete 那如果是你要整个清除的话 我想你应该会怎么样 先游标放这里Ctrl-Shift向右向下 按delete 这样会比较快 那刚刚的做法其实就是 用范围的方式 那范围 你就是其实可以怎么样 跟他讲说这个先删掉好了 按一个TAB键 那我们可能要介绍 第二个物件 物件的名称就叫range range的范围 所以那个range 意思顾名思义嘛 你跟他讲说 range 前瓜阿胡 前双引号 跟他讲说我的范围在第二 冒号 到哪一个呢 到N的 好像是252吧 我刚刚看了一下 252 OK 然后呢 后双引号 后瓜虎 这样子 意思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在这里 OK 那后面跟他 点一下 点之后的话 他会出现 那你要针对这个范围 一起做什么事 一起做 里面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清空的话呢 他有个方法叫clear contents 所以你打一个cl 然后呢 后面有个clear contents 那clear是清除全部啦 clear format是清除格式 那如果我要清除内容 就等同是 选取 按delete 前面是选取 范围 后面是清除 按delete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 加一行这样就OK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个好处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把它改写成这样子的方式 再执行一遍看看 你会发现喔 他的速度应该是 差大概100 100倍以上 按下去 瞬间就消失了 OK 然后呢 按计算 但计算会慢一点 至少 至少也是 还蛮 还蛮快的啦 我觉得这至少比你手动 慢慢在那边 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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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太多了 所以有些工作的话 这些动作其实 如果你 会 会这些程式啦 我觉得真的是 对工作上有一定的帮助啦 虽然不是每件事都要用程式来写 但是如果你只要重复性高的工作 那就有必要呢 去检讨一下 所以刚刚写完的话 清除 计算 OK 所以等于就是 改一下这一行 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吧 Range 就是范围 所以以后你跟他讲哪个范围 点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了 当然未来 如果你要针对某个范围做什么事情 后面都一堆的方法 一堆的属性 你可以去做相关的设定 反正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都可以变成 一个对应的程式 所以就是说以后啦 就是 所有东西啦 你要想要把它变成是 都是可以办到的 包含就是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每一个地方呢 都可以 用程式的方式来解决 只是说呢 这个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表 要变成程式 难度其实又更高 不过 这后面我们还应该还是要提一下 因为这部分我觉得 以后最好是 12个问题 12个枢纽分析表 那就 自动就12个枢纽分析 自动按下去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那就自动产生了 这样的话 感觉 就会更 更有那种 就是 跑起来那种感觉 很 很棒的一种感觉 因为自动就全部 帮你做完了 如果重复性的 只是说你的Data 来源 改变 那你就换一个来源 后面东西全部就重新再跑一遍 那这样的话 速度会快很多 这个部分的话 那当然就顺便讲一下 就是 有关 用程式解决我们刚刚的事情 主表 按下去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有按钮的话 真的 按它再多次也不厌倦 就觉得按下去就马上OK了 不然的话 你如果要重复再做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蛮花时间的 所以你工作 应该蛮多这种类似的案例 只要 所以可以慢慢思考回去 多做个几遍 以后这一套流程 应该就会 在你工作里面 会 成为一部分 所以以后你也慢慢 会写程式 以后 我想 会写程式之后 应该也回不去了 如果你会写程式 你会 你当然就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方法 用土法链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OK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 先到这里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 再来看有关那个家电产品的这个范例 那我们的需求 大概会有 几个啦 就是说 统计那个 2005年的这个 所以 这边第1个 那我们手 待会来看就是家庭 家电产品就product那个 资料里面 那我们大概会先练习几个 将那个ASIS的资料库 汇入到 Excel里面的做法 第2个呢 当然我们有文字档 所以 可以将什么呢 TST的文字档汇入到Excel当中 那一样在做后续需要 做的是包含就是什么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等等的 那我们会多讲一个有关的趋势的那个 这个走势图 销售的走势图 另外的话呢 再多增加一个就是那个 这个目标达成率 就是我们会去算 所谓的那个销售额的达成率 那销售额的达成率 会需要用到 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就可以取得那个 枢纽分析表里面的某一个 栏位里面的资料 可以把它带到 我们对应的表格里面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刚刚的这个部分 先完成 就我们刚刚做的完成结果 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关那个 下一阶段的部分 呢 我 正好 这个位置 2 谢谢观看